明明是一对亲生母子 为何却形同陌路 她可能是有误会吧 我为她做的好多事 她不太理解 什么样的误会 会引发儿子小蔡 对母亲这番评价 她特别强势 别人说什么也挺不错 母子心结究竟起源于哪里 所以你们的夫妻关系 是不和谐的是吗 一直不和谐 郭女士神秘的合伙人 为何会带给小蔡 不可磨灭的影响 这也是导致 他们离婚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合伙人的关系 我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今天调解现场 主持人将与合伙人 进行连线 她会怎样回应 和小蔡母亲的关系 她妈妈跟我们聊 她妈必要有人支持她 到底是小蔡误会 还是郭女士刻意隐瞒 我们的调解团队 会怎样看待 无论是作为儿子也好 还是作为男人也好 她在替她的父亲 承受着一份深深的屈辱感 感情处理并不代表 你跟着老伙人 就一定有什么关系 但是至少你的感情 你的心已经不在了 小蔡的爸爸身上 疑惑 愤懒 委屈 充斥在小蔡心中 今天她能否找到一个正确答案 母子间多年深刻复杂的 矛盾纠纷 怎样才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 胡建宇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程度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母子二人 我们称呼妈妈郭女士 称呼儿子小蔡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 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 不太敢说 不敢说是害怕什么呀 怕她生气 回头在床我发火 妈妈既然能走到这里来 我相信应该有这个心胸 可以接受的吧 没有 接受的 也没什么具体诉求 就是希望她能 更多地意识到自身的问题 能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 不要总是那么强势 所以你们的母子相处 是有问题的是吗 见面就吵架了 你是真的害怕她 你是紧张还是因为妈妈而紧张 或者说不跟她相处 也是这种状态 你对你儿子这样的状态 我不知道你心里是什么想法 她可能是比较胆小吧 她很少看到一个孩子 在妈妈面前会紧张到 这种满头大汗的程度 紧张到话都不敢说的程度 她可能也不是因为 今天在我面前吧 可能是在这样一个场合 她感到紧张吧 不是因为这个场合 你今天来是为什么来呢 她有好多对我的误解 我想先这个机会 给她解释清楚 这个误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误解 很长很长时间呢 郭女士之言 跟儿子的矛盾不是一天两天 而是由来已久 她的诉求是解开儿子对她的误会 按理应该是她比较忧心 怎么儿子见到她反而更加紧张 郭女士究竟对儿子做了什么 怎么会令小菜这样胆战心惊 大汗淋漓 我家在初中的时候 买了一套商品房 住了几年之后 她又想买房 她又在另一个小区买了一套房 她说想搬新房去住 想把旧房子租出去 我说可以 但是别太着急 新房里边就还是 壁橱啊 地板砖啊 这刚弄吧 有点好多垃圾 也没收拾呢 她就跟别人把族房合同签了 当时我非常的生气 当时那种感觉 就好像是被人用鞭子 逼着往前跑的那种感觉 因为有着意愿 要把房租出去 这边这房住了十好几年了 那个热水器呀 做饭的那东西们 都特别旧了 不好用 那边都是新的 什么都特别好用 比在这边舒服 我就提前打出广告去了 她根本不在意我 这个时间赶到了什么程度呢 当天就是我族房里边的那个东西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就去新房 因为第二天 那个租户就要搬进来 那时候新房里边 还是一滴的装修垃圾 我就求我同学嘛 我俩人弄了一整天 后来发生了什么 后来她竟然觉得毫无在意 我给她写的租房时间 也是写到二十天之后的时间 签了合同之后 就天天给我打电话 天天给我打电话 说我们着急要租 因为家在外地 在我们这上班 我也心里也挺理解人家的 我说要不咱们就着急地弄 她说你看这东西怎么弄啊 又有被子又有衣服 我说这算什么呀 我就把那个衣服都包了包 两包就放车里 我就自己拉过去了 我说你看没什么了吧 然后再把房子里的垃圾 往下运是那事 其实就能住了是吧 没有真的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来完成这件事情 是的 也并不是说赶得不行了 让人受不了了 你之前有跟儿子这样解释过吗 没解释太清楚 所以为什么 就我自己认为 她应该理解吧 我对她这个做法非常生气 她就把那个房租拿出来 放在我面前 说要给我零花钱 当时还挺高兴 我就拿了一千块钱 然后她马上翻脸说 你不让我租房 但是这个租金 你不还是得花呀 我怎么会可能说这样的话呢 人家给了我那个钱 我就去给人家装修的付款了 怎么就原风不动地 拿出租房的钱给你里边去零花钱呀 就是吵架 我也不会说那种话 不想再靠近这个人 郭女士的强势 让儿子小蔡非常受伤 她心里对妈妈充满了反感和抵触 那是对她自尊心的触碰 然而郭女士却并没有察觉 一次次忽略儿子的需求 就在小蔡不得不做的心理咨询这件事情上 母亲的行为让小蔡终于爆发了 从小学到上大学我经常心跳特别快 去医院看也没有任何那个结果 有一次上网搜东西的时候 无意见看到了这个 我就去医院挂号看了看 做了一个测试 当时测试结果是严重焦虑 需要住院 住院时候我爸和我妈也经常去 那个时候我觉得住院特别花钱 大概是一个月吧 好像花了两万多 然后我就说不住了 住院以后就是说 因为治疗时间不够 还是没什么太大的效果 我说是不是 她开始上班了以后 和人们多接触 多沟通 就能逐渐地正常是吧 就能逐渐地自己越来越融入社会 毕业以后 是我之前说的那个情况的影响 很需要一个办法来帮助我 摆脱那种情况 我给她说过很多次 她是答应了 但是就是说一直 没有很积极地面对这件事情 是在吃饭的时候 那时候我刚上班时间不长 她说我在那住了一段时间 院花了很多钱 那个医生也给她谈过 那个医生说她性格特别强 是然后她不支持我去那 也应对也不积极 最开始做咨询一次二百 一周两次 一个月大概需要一千六 一千八 每次让她要钱她就不高兴 我就把桌子给闲了 表明一下我的态度 那次就吃饭 给我把桌子给揍了 我就发觉还是不行 然后我就给我的一个同学 他也是一个大学的副教授吧 也是心理方面 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过来看看这孩子 从那开始他给他做咨询 这一定行 如果你能这么做 为什么在儿子看来会觉得 你在对于他做心理咨询这一块 是不积极不主动 甚至是不在意的 为什么你会给他这样的感觉呢 也可能是我的想法 把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吧 确实有忽略 工作太忙了 抽不出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从小一来 你眼里你的儿子 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特别听话 特别安稳 你看到的是他都表象的安稳 嗯 是 可是在他内心都快要决堤了 嗯 是的 儿子小蔡的内心 正像火山一样在喷发 可是妈妈郭女士 却只看到了他表面的风平浪静 为什么郭女士 会习惯性地忽略儿子的需求 小蔡这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 又是怎么形成的 好端端的孩子 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从小就是 在一个经常吵架的环境中长大的 所以你们的夫妻关系是 不和谐的是吗 一直不和谐 总对事情的看法什么都不一样 所以就经常地吵架 孩子他爸爸有好多事情都是不作为的 他还不满意我 回家就指责我这个 指责我那个 他特别强势 别人说什么也挺不进去 太看重金钱 我和我爸在一块儿待得很舒服 安逸 不用害怕 是吗 妈妈在你心里是一个很强的形象吗 爸爸呢 比较老实 比较固执 比较保守 因为情感不和 小蔡的父母于2009年正式结束了婚姻关系 父母情感的破裂给小蔡的心理成长 带来了无法磨灭的影响 可是为什么 她会很享受和爸爸在一起 却非常反感和抵触妈妈 父母婚姻的破裂究竟有何隐情 我做生意吧 有一个合伙人 他们顾虑的可能就是这个吧 是他的爸爸在意呢 还是儿子在在意这个问题 他的爸爸在意 他也在意 以前非常在意 因为以前他们还没离婚 现在我并不在意 以前你的在意是因为什么 我爸跟我妈吵架的时候 我爸总是说这个事儿 就好像他和那个合伙人的关系很不正常 那个时候我也不懂什么 我就很在意这件事儿 那个合伙人 他比我大很多 从事这个行业很长时间了 我也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一开始合作 他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在大的方向上和市场的分析上 都特别地准确 从一开始到现在一路走过来 他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正确的 再有 他对我生活上的帮助也特别大 那时候给孩子看病吧 是住院来啊 出来以后状态还不是太好 他爸爸说 他认识一个佛门的 能看这种病 然后让那个人骗了我们20万块钱 意识到被骗之后 我回来给我的合伙人来 说这个过程 他说你肯定是被骗了 马上报警吧 报了警之后 他爸爸就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 不要报警 不要报警 他可能是对那些东西还是相信的 是合伙人帮着我报警 然后一步步把我从那个里边拉出来的 把那个人也抓了 判了几年 所以呢 我挺感激他的 特别感激 这一路以来 他在你心里的形象定位是什么呢 他总是在重要的关口给我正确的指引 人生导师 一直以来在他爸爸心里给对方的定位是什么呢 就是我和他有某种特殊的关系 在我爸眼里我妈就是和那个男人出轨 他们这个关系对我影响也很长时间了 不管我乐意不乐意 我也会跟他有些接触 但是我跟他接触的时候就感觉很别扭 这个人的存在 在你妈妈眼里看到的都是非常正向的 那么在你看来 这个人的存在带来了什么 我妈在跟我爸吵架的时候 总是来用那个人和我爸比 来贬低我爸 来抬高那个人的形象 这也是导致他们离婚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我们肯定就是合伙人的关系 我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但是我解释不清 和他无关了 我自己的人生 我自己来走吧 郭女士否认了自己跟合伙人存在特殊关系 并且直言 儿子不应该站在前夫的立场上 指责他情感不轨 可是不管他怎么解释 小猜认定 就是合伙人破坏了父母的婚姻 他憎恨母亲的这个合伙人 可是就在父母离婚后 小猜发现 母亲还是与合伙人往来密切 这点让他 特别大声地问是谁 我说我是他孝子 他就歼斯蒂利的声音 说让我不要上去 我当时没明白什么情况 就是我冷了一下还是上去了 他就是非常从往的传好以上跑出来 那个人也是 他传得还多点儿 那个人就只是传着那一旧从往的样子 他装作若无其事地问我 我来干什么 当时我发现这个情况心情不好 我说你关不着我 我负荣完东西我就走了 后来他们 他竟然嫌我对他说你关不着我 因为我们当时正在忙厂子里的一些事情 尤其是财务方面都是非常隐秘的 然后他说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合适的态度 反而还把态度施加给他 没有特别凶吧 你复印就复印吧 没有注意到他对这个事情可能会有其他的想法 没有吧 而且我给他们很明确地提了一个要求 毕竟他和我爸已经离婚了 我管不着 我只是单纯地觉得他们对我隐瞒这件事 我很不能接受 而且当时他们那个反应我也很不能接受 我只希望他们给我道个歉 但是他们却反过来说 因为他们是长辈不可能对我道歉 你觉得儿子他为什么要道歉 他就是说我和那个人有某种特殊的关系 如果要为此 你觉得需要向儿子道歉吗 我觉得不需要 我最介意的就是那个合伙人 他跟我说过 要让我调和我爸和妈的关系 最好能让他们在一起 这么明确地跟你表达了 我妈也表达过 就是希望我会去跟我爸说说 你妈妈在这个事情上的态度是什么 做选择的不应该是他自己吗 他们可能觉得我去说比较好说话吧 你能接受他们这样的处理方式吗 不能 我觉得不可能 干脆就是搁搁搁的更舒服一点 在儿子看来 你在这个问题上 你并没有过明确的态度 确实我也解释不清 也可能像我这样容易给人造成误解吧 因为好多我做不到的事 必须要有人工作 求助于别人 他的爸爸我又指望不上 也不能随便大街上去拉个人来给我帮忙 让儿子去给他父亲做工作 促进你们复合 这个是你的想法 还是你合伙人的想法 应该是他的想法吧 我是怎么想的 因为现在儿子也快结婚了吧 到了找对象的年龄 我是希望我们一个家庭能在一起住 在外人看来 是一个正常的和谐的家庭 是因为儿子要结婚了 所以才这样吗 是的 没有这个顾虑的话 是不可能和他复合的 郭女士一边和合伙人的关系解释不清 一边还与合伙人一起向小蔡传递 希望与他爸爸复合的想法 这让小蔡十分混乱 她似乎永远都得不到母亲亲口承认 她认为的那个答案 作为引发小蔡家庭矛盾的核心人物 郭女士的合伙人 她能告诉小蔡答案吗 为此主持人与合伙人刘先生进行了联系 刘先生你好 你好 小蔡有跟我们讲 他为什么会心理上产生一些问题 这个原因跟刘先生 您也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我还搞不清楚 也没想明白 从小孩的办法上 可能不让我乐意喝去做 但是我们又配合得好 那又没办法就别的就是 郭女士她告诉我们 在她心里 您的定位是她的人生导师 在小蔡看来 你和她妈妈关系亲密 我对他们的 对小孩妈的这个 思路啊 那我可能有什么帮助 对他们有帮助的人 但能互补啊 你觉得小蔡的资深 有一些什么问题 我觉得她挺聪明的 但是她有时候 是她好了 我像是把那样说 你比方说她妈的 她在了好多房 她不是说她妈的好 买车啊这些 她说你是为你自己的名誉 但是她又离不开她妈 明白 她离开了 她离开了一切都没有 最后了解一下 在小蔡心里 更是在她父亲的心里 对您其实是有一定看法的 会认为 他们家庭的关系 是受到了 你们关系的影响的 我想过 王家还在她妈这儿 她妈不给不了 同时有个儿子 她也给不了她 多少支持力量 她妈需要有人支持她 但是这个支持力量 只能我当时 上次给她走了这一步 那接下来呢 这是你觉得 接下来最好的安排是吗 对对对 明白 收到了 好的 了解了 谢谢您啊刘先生 刘先生再三强调 自己是一个 与姑女士配合默契的合伙人 并且直言 希望小蔡一家三口 可以团团圆圆 真的是小蔡误解了他们吗 对于郭女士和刘先生这段 说不清道不明的合作关系 我们的调解团队会怎样看待 小蔡的家庭 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观察员陈兴东率先发言 你一直说那个合伙人是你的人生导师 我没感觉像人生导师 我觉得更像是人生助手 我也不能说他做的就一定是错 但是我至少觉得做的不够好 如果真是人生导师的话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介入到了你们的生活当中去 那么无外乎也会引起就是小蔡的爸爸 对你们的婚姻关系产生了重大的怀疑 导师就是导师 助手就是助手 这是两个概念 所以说我这里必须要说明一下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你们的婚姻关系的破裂 看起来是你的感情的出离 我所谓的感情出离并不代表你跟那个合伙人就一定有什么关系 但是至少你的感情你的心已经不在小蔡的爸爸身上 所以说婚姻关系就会破裂 那么为什么你的心和你的感情不在小蔡爸爸身上去了呢 它根源在什么地方呢 在于你跟小蔡的爸爸完全是两种人 有两个重要的指标 一个是情感的方式不一样 对人生的追求人生的目标 这个模式也不一样 那么我现在就来分析你跟小蔡之间 关于情感和人生模式的这种差别 我认为感情如水 它总是往低频处流的 我们每个人在感情里面只有放低姿态 平和温暖才能把感情聚集起来 这个感情也才容易真正流到别人的心里去 那么我们的郭女士 你的感情模式 在你这个家庭当中来讲的话 你不是往低处流的 你是一个追求更好的生活价值 生活理念的这样的一个女人 但是你在感情的模式方面 你也是要往高处走的 所以说你会把你的姿态摆得更高 情绪你的性格也会显得很急躁 那么你的感情是流不出来的 不仅流不到你的丈夫身上去 也流不进小蔡的心里去 所以小蔡在你跟你丈夫的亲感关系当中 她是一个受伤者 一个家庭的环境 得不到就是家庭父亲和母亲的那种 完整的那种爱的流动 但是呢 小蔡会觉得她更能接受爸爸的爱 因为爸爸的性格是比较平和的 比较老实的 这种表达方式容易让感情流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她在感情的取舍方面讲的话 她更倾向于爸爸 将来你们的亲子关系这方面来讲的话 我希望郭女士要放低姿态 要平和温暖 这样的话才能真正把你的感情聚集起来 把你真正的母爱传递给小蔡 两位好 说一个不和谐的家庭 其实对一个孩子来说 真的是一种灾难 孩子的世界里面 他只有父母 而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以及他这个世界的规则的形成建立 完全来自于父母 统一的肯定和否定 可是当父母争吵 意见不合的时候 孩子的世界就混乱了 特别是当父母他们因为争吵而离婚的时候 其实孩子的世界就好像是被割裂了一分为二 他完全承受不了这样的痛苦 这个时候你们家庭里面出现了一个人 就是你的合伙人 那么这个合伙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他拯救了这个孩子 因为他把所有的原因都归结到了他的身上 这样他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他的世界终于不是那么混乱了 他这个解释就是说 是因为这个人的出现 才使得我父母离婚了 在他那个年纪 他完全不能去理解 父母离异 是因为你们之间三观不合 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小蔡 你到现在和那个合伙人相处 还是觉得非常的尴尬 不能接受他呢 你觉得如果你接受他了 那就是对你父亲的一种背叛 你对你的父亲有一种愧疚感 然后郭女士 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 你把小蔡也当作你需要 妥妥当当安置的某种物件 你没有把他当成一个需要尊重的同等的人 就像我们租房的这件事情 孩子提出 我希望什么东西都整理好以后再租出去 他明确地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 你还是按照你的方式去处理了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说想改善你们之间的母子关系的话 第一个你要少一些主观评判 要对孩子多一点尊重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非常重要 因为你们之间的一个正结 实际是在于你的婚姻 我觉得你应该和你的孩子 处夕长谈一回 把你的婚姻 把你和你丈夫是怎么认识的 最后产生了什么矛盾 你们各自的性格 你们各自的问题在哪里 清清楚楚的 就像和一个知心朋友一样 跟他长谈一回 这样的话可以让他之前的一个错误的认知 得到一些改善 二位好 我们可以看到小蔡 她的内心无论是作为儿子也好 还是作为男人也好 她在替她的父亲 承受着一份深深的屈辱感 她一直希望能够通过她自己的力量 替爸爸讨还一些所谓的公平 小蔡对妈妈的情感就更为特殊 痛恨妈妈的抢势 痛恨妈妈 显得自己的情感生活有些混乱 可是另外一方面 小蔡的内心又特别的依赖妈妈 对于一个情感特别丰富和细腻的人来说 我必须得讲 这样的人往往离成功不太近 因为她更多的精力 用在反复的在内心去斗争和思考上 而不太愿意去脚踏实地 或者把更多的精力和精神留给付诸行动 如果小蔡她是一个行动派 今天的事情 她要么会用自己的实力 来撑起她自己和她的父亲 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 她要么直接用她的实力来宣告 我跟我妈就独立了 我从此以后不依赖她了 我们与其去思考 思考这个复杂的人类 复杂的人性 复杂的爸妈 复杂的家庭关系 我们不如自己先行动起来 那样你会减少掉很多思考的痛苦 同时你会在行动中有所收获 我们的郭女士 尤其还有一位 是今天没有到场的爸爸 对于妈妈郭女士来说 她对这桩婚姻是不满的 可是从来没有真正的下定决心 去厘清这一段关系 得过解过吧 该咋咋地吧 这带给了小蔡困惑 也带给了小蔡一些误会 那么作为父亲 我个人认为 她的问题就更大了 在爸爸妈妈感情不好的前提下 小蔡之所以会觉得 爸爸有的时候很可怜 应该是爸爸也会跟小蔡 倒倒苦水 这样的倒苦水 让一个孩子面对 同时两个最亲近的人 该做出怎样的是非判断 该怎样地去做一个抉择 这对孩子来说是撕裂的 而且是痛苦的 所以我认为父亲在这个家里 并没有真正的理智的去对待过自己的婚姻关系 而更多的把这种负面情绪 向下一辈传递了 所以我们更多的要求的不是说 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解决问题 而更重要的是父母的心态和这种成熟的心智在哪里 心智成熟的父母可以让孩子变得更加坚强 缺乏理智的父母可能会把孩子变得更加敏感脆弱 接下来调解员胡静音决定 请母子二人做个游戏互动 我这里有一道作业布置给两位 接着工作人员为母子二人拿上来一根麻绳 这个安排有什么特殊意义 请到妈妈旁边 好 请两位想个办法把所有的结打开 我们可以看到麻绳上事先被打满了小结 要想全部解开并不容易 但是母子二人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始解了 整个过程历经十多分钟 在小蔡和妈妈的共同努力下 所有榜上的结都被解开了 胡静音的这番安排会带给他们什么启示呢 一团乱妈交给两位 这件事情在你们家从来没发生过 你跟你妈妈居然在共同解决一个问题 在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 你们的关系有什么微妙的感觉 和儿子能站在一起了 这种距离让你感到很舒服吗 嗯 我很纳闷的是 两位为什么不问我一个问题呢 解这两根绳子这么多结有什么价值吗 不是 应该是有用的 小黛呢 想来着有什么寓意吗 我想突出这么几个点跟几位聊 第一个刚才你们俩已经说了 从未有过的合作 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对立当中 跟家人去探讨如何才能幸福和谐 却未必真正付出行动 去合作 甚至合作起来也不知道干什么 很多家人看上去是最亲的人 但是之间是没有合作的 除了吃饭 做家务 所以心理距离会拉得很远 用合作来推动大家情感融合 少啊又少 只剩下互相抱怨 我们从宏观上去找你们家的原因 刚才我说了 那么多时间精力放在那里 你依然不会去质疑它 就像我们生活当中 长期去面对一些事情 我们会费很多时间精力去盯着它 试图去解决它给我们带来的压力或者困惑 但未必会跳出来问自己 这件事情值吗 我值得那么去想吗 更要看清楚的是 人生还有那么多丰富多彩的内容 还有那么多广阔的天地 不开心的人往往就是把双眼聚焦在那些小的事情上 比如说 刚才你们俩把绳子往桌子上一放 解不开 麻烦 不浪费大家时间 我懂你的意思了 那就是最漂亮的 因为最重要的并不是解开绳子 而是帮你们解决问题 那两根绳子太没价值了 你再想一想 你去寻医问药 究竟想解决什么问题 那些问题真的是挡住你的两座山 还仅仅是半脚石 有时候我们抬抬腿 很多问题是可以绕过的 为什么有的人跑得快走得远呢 因为他们知道生活的重心在哪里 你是一个很敏感细腻的人 这种敏感细腻要发挥它的长处 而不是不断地为你寻找虚拟的障碍 最简单的也是我最后想讲的 要看到你妈妈的无奈 当你看到你妈妈的无奈的时候 你未必就会觉得妈妈挡住了你生活的阳光 因为她其实也在为你 包括为她自己去寻找阳光而已 不要觉得自己的人生像一片朦胧的月光 有时候回头一看 身后的阳光正值青春灿烂 希望小蔡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 接下来密室环节展开 郭女士对于观察员提到的找机会 与儿子促膝常谈自己的情感婚姻 非常认可 但是却苦于不知该如何去谈 我觉得我要是和她谈 可能有好些话谈不到位 一个话到不到位 存在两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是你表达的到不到位 另外一方面是我听的人接收的到不到位 你可能更多的是担心 他不能理解你的感情 你们两个是别人介绍认识的 可能从一开始我们的感情基础就不是很强 那随着后来接触发现我们之间 彼此的很多观点 一些做事的风格 对人生的追求可能都不太一样 那在这种状态下 我跟你爸爸就会产生一些分歧 我和你爸爸两个人来说 从内心而言 我们都不想影响到你 但是很不幸 还是不知不觉中影响到你 是的 就是把这些问题说清楚就OK了 李小云提示了几个关键点后 郭女士恍然大悟 只是她对于小蔡爸爸的一些言行 还颇有担心 就是儿子对我恨我也好怎么样 都是她爸爸经常听她说 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拉同龙军 在求同情的 求关注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是极大程度的伤害了儿子 所以你一定要提醒 也要提醒孩子的爸爸 他这样好像是一时之快 舒服了 但是其实给孩子的内心 埋下了一个很不好的这种感受 李小云鼓励郭女士 站在促进孩子健康成长的角度上 去和前夫沟通 为小蔡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此时 小蔡正在密室另一边 与陈欣东进行交流 她对于妈妈的强势 还是心有芥蒂 我之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对她有点反感了 对吧 其实我们讲人与人之间沟通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 发现别人语言或她的行为 她背后的 她的让人认可和可取的地方 当你会这样去想的时候 你就会对别人说出来的话 哪怕这个话带点刺 你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如果你想你妈妈在埋怨我 妈妈在针对我 如果这样想 关系就对抗了 换角度思考妈妈 让人不舒服的言语 背后藏着的是关心 也许小蔡心理 就不会那么不平衡 此外 陈欣东建议小蔡 一定要客观看待问题 不能让自己陷入 父母婚姻的悲剧中 无法自拔 爸爸跟妈妈的情感关系 作为一个合理的分离 在你小的时候 他们成年人的这种情感关系 他们存在他们的问题 婚姻出问题 绝对不是百分之百 随对随错的 作为你来讲的话 你要做个区分 就是不要背他们的关系 所以影响你跟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抛开他们之间的关系 对 包括他们的恩恩怨怨 重新认识一下 对 重新认识你跟你妈妈的关系 看来 小蔡有所领悟 漫长的密室过后 回到调解现场 母子二人 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您认识一下 我和我妈妈的关系 还有我和我爸爸的关系 下来怎么重新认识 以前把妈妈对你关系确实是不够 也忽乱了 因为我工作太忙 以后要多交流 我决定只要能足够的理解 我就是对我足够的关系 理解 理解 我性格也比较着急 那你就学着多理解 是 学着不那么着急 咱们两个共同努力才行 共同努力 我最后想跟小蔡提一个建议 我觉得特别希望你 走出这里之后 就是用一个非常成熟 或者说会非常成熟的男人 这么一种姿态 去陪伴妈妈 爸爸 然后去重新安排你的生活 忘记你的局处不安 你忘记你的那些不好意思 你也忘记你曾经解过的那些结 那就扔掉那些绳子 朝前走吧 谢谢 谢谢老师们 谢谢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